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小楠 那么接下来我教大家如何用一个灯拍出白底的效果照片 那么这次我们的拍摄处底是一个雪地靴 那么为了这个鞋更加饱满然后更加立体 然后现在我找了一些东西把它塞到鞋里面去 好 基本上看起来很好了 好 那么现在也先开始曝光 然后拍摄看一下效果 我们把鞋放到背景中间把它摆好造型 然后这个灯呢我们用一个灯是怎么打呢 一般都是直接从上面往下打 然后很多淘宝啊天猫啊都喜欢用这样的灯光打法 我们把灯给调低 然后打开 先把灯光调到6.6 6.5这样子 把灯升高 尽量升高一点点 好 我们把灯靠近 OK 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用这么大的一个八角流光箱啊 因为这个流光箱很大 那么它的光的照射范围就很大 然后就是不会影响到那个旁边的阴影很重 这个灯为什么我要把它放到前面去而不放到后面去 因为我们因为拍摄就从前面拍的 如果是后面去可能前面应有比较重 所以说我要放前面来 相机炸好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拍几张看一下效果 那么现在我们快门开到一百二十五分之一 那么光圈开到F14 感光度是100 然后就是先拍一张看一下 好 照片很亮啊 我们把光圈开到顶看一下 开到F16 因为是定焦 还是有点亮 这样那么我们现在是把灯光的数值调一下 现在是6.5 然后我们调到6.0看一下 闪一下看一下 好 还是有一点点亮啊 那么我们再剪两档 把灯的光线再剪两档 好 再拍一张 再试闪一下再拍啊 好 嗯 这个效果刚刚好 大家看到我刚刚的照片 基本上已经达到了一个 纯白的效果了 那也不需要太多的后期处理 然后这么简单的曝光 为什么可以拍到这样的效果呢 其实里面还有一定的技巧性的 大家看到我现在用的是八角柔光箱 很大啊 我选这个的原因是因为它 照光面积比较大 然后就是 光线比较均匀 然后拍出来照片 也不会有一块亮一块黑的感觉 嗯 这个背景纸呢 它叫PP 超白背景纸 它比那个普通的KD版 PVC版 还有那个普通的背景纸 还 白度还要高 那么它的优点就是 它的那个质地非常细腻 然后就是 白度也很白 然后拍出来照片 不会 半蓝 还有也不会 偏灰 也不会像那个 PVC版一样有一个 呃 会反光 那么这个背景纸呢 还有另外一个作用 就是背面可以拍出一个倒影的效果 好 等一下我就示范给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 背景纸我已经翻过来了 嗯 现在我给大家示范一次 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然后灯光跟相机 基本上不用重新设置 直接拍就可以了 嗯 可以 嗯 这次的教程就到这里结束了 嗯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啊 或者有什么疑问啊 可以找我们的微信 还有QQ群进行咨询 嗯 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 嗯 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 OK 我们开始图片处理哈 首先我们打开我们要处理的图片 好 我们首先放大看一下具体情况啊 呃 背景 这一块还不够白啊 然后呢 还有这一块 啊 还有我们整体鞋子 都要处理一下啊 还有这一块的那个鞋子的 一个高度不平整啊 还有它的一个弧线不是很好啊 OK 我们先处理背景 好 我们新建一层 好 我们调出一个呃 射接 那么我们把射接的最右边这个白糖 OK 我们点一下 也就是没有我们 比如说我们点一下 就得到一个纯白底的图片了啊 OK 我们就在这里啊 好 白糖洗好之后 我们开始液化啊 它的一个边缘啊 不是很平整的 我们稍微液化一下啊 OK 我们的放大一点画笔 我们往这边推一下啊 这边有点变形啊 这边有点变形啊 所以要处理好啊 好 倒影也有了 那么还有一些小的地方 需要处理一下的啊 我们是用那个 绑制图章工具就可以了啊 好 我们看到鞋子 液化已经很厉害了 我们 因为我们前期拍的时候 我们把相机液化都很高 所以说我们号机 就不需要再液化了 基本上我们的处理是很简单了 如果前期拍好的话 号机处理是非常简单了 OK 我们合并一下读层 保存就可以了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